我在医院巡逻时 急正式突然送进来一对男女 听说是因为某事玩得太过火 结果两人不小心卡在了一起 你们城里可真会玩啊 我忍不住挤进去看热闹 猛然一瞧 单架上跟男人连在一起 还穿着情趣内衣的女人 怎么那么像我的老婆柳如烟 今天轮夜班 我强承着精神在医院里巡逻 此时同事突然在耳脉里兴奋的低语 救护车上刚下来一男一女 听说某事玩得太花 结果卡住了 现在还连在一起呢 准备送去急救室了 嘖嘖 我一听这么刺激 想想那场面瞌睡顿时都醒了 在医院当保安两三年 什么病人都见过 唯独我没见过这种的 好奇心驱使我飞快地回到大厅 果然 一辆多档位单架车 正推着对男女往急救室而去 那两人裹在床单下 因为过于羞耻而拉过床单蒙着脑袋 此举却让他们一些地方春光乍卸 于是周围不少病人和家属 跟在车屁股后头看热闹 不仅指指点点的 还有人打开了手机 哎哟 真的动不了了 我只知道狗会这样 没想到人也会 城里人可真会玩 两位带咱们长见识了 我连忙拦着他们 让别拍了 毕竟也算是人家的隐私 但我转过背之后 还是有人又偷偷地举起了手机 医生跑过来 一脸严肃地询问情况 男的扯下床单 露出了帐红的半张脸 声音有点心虚 又有点骄傲 不就那种事吗 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女人用双手捂着脸 不敢见人 埋在男的怀里 哑着嗓子呻吟 医生 麻烦你们赶紧帮忙 把我们分开啊 我好痛呜呜 早知道不跟你玩 这么多花样了 医生又细问了他们几句 车已经推进了急救室 后面要开始做急救措施 就不能让人看了 于是我把周围看热闹的人 都确立了门口 这时候 我忽然透过还没关的门 看到床单滑落下来 一下露出了女人身上 透明的情趣战袍 视线在往她脸上一扫 轰隆一声 头上披下了一道晴天霹雳 我石化在原地 这个女的 她竟然是我的老婆柳如烟 脑子里变得混沌 自从怀孕后 我老婆不就一向早睡吗 今晚八点过后 我给她打电话 她就说她已经休息了 生气地让我别打扰她睡觉 结果呢 早睡就是穿着火辣的情趣套装 睡到别人怀里去 何况现在 柳如烟正怀着我们的孩子 怀着孕 既然还跑出去 跟别人干这种事 她就不怕胎儿出事吗 我拽紧拳头 好想不管不顾地 冲进去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一想到她痛得扭曲的脸 我只能告诉自己 先忍一忍 我窝囊地等在急救室外面 看到熟实的护士林杰走出来 镇定了一下心神 上前询问林杰情况 林杰以为我好奇呢 意味深长地压低声音说 语的说是男女朋友开房 男的却说是同学 哼 两人都支支吾吾的 一看不就是出轨吗 我一愣 我就说那男的怎么有点眼熟 前几个月 我求着柳如烟 跟她一起去参加她的高中同学会 在那个聚会我就见过她 一个发展的还不错的私人公司老板 纪文斌 手脚一阵冰凉 难道从那次同学会之后 柳如烟就跟她就勾搭上了 二 二 难怪最近柳如烟对我越来越冷淡 一点小事就特别爱发脾气 我以为女人怀孕了都这样 所以处处忍让着她 毕竟怀孕是很辛苦的 我一个大男人当她的出气筒也没啥 又不会掉根汗毛 此时脑海里不可一致地蹦出 上周五 我们五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 因为老婆怀了宝宝 喜上加喜 我就美滋滋地在法式餐厅订了竹工晚餐 结果我一直等到打烊柳如烟都没来 电话也打不通 后半夜她才疲倦地回家 我失落地问她原因 她说她在公司加班 忘了我们的约会 哑着嗓子说改天补偿我 于是我不仅放下了疑虑 反而对她怀孕 还加班心痛得要死 现在想来 她回到家的时候 浑身慵懒无骨的模样 还有那沙哑中 带着几次妩媚的嗓音 真的是加班造成的吗 重要的结婚纪念日 她和别人不知道在哪里玩哪种趣味 任我苦苦等了五个小时 就在我气穴上涌的时候 突然急诊的门打开 病人下体撕裂出血 需要进行剥离手术 护士慌慌张张地推着床出来 冲着不知何时 又在门外聚集的人喊道 让一让让一让 医生一边跟着床急醒 一边对脸色惨白的柳如烟道 刘女士 你现在已经怀孕四个多月了 待会儿的手术 有可能会伤害到胎儿 导致流产 需要通知您的家人吧 说着瞟了一眼济闻冰 见多识广 医生早就了然 他们俩只是一对偷心的狗男女而已 我却紧张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怎么会这么严重 这孩子可是我们努力了好久 才怀上的 我着急地跟着救护床 而柳如烟一直试图用布料挡住自己的脸 根本没注意到人群外的我 她毫不在意的声音入我的耳膜 不用通知 流产就流产 反正是那个穷保安的肿 生下来也是个穷崽子 我浑身血液倒流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从她那张娇媚的红唇里 怎么能说出如此无情的话呀 说完这句话的柳如烟 不顾自己下体出血 抓着医生的衣服 弱弱地问 医生 我男朋友他 他会不会影响以后那方面的功能啊 不会吧 听到这里的纪文斌 也紧张地把眼睛探进被单里看了看 吓得声音哆嗦 好好 比起我们得来不易的孩子 你肩负的那个功能更重要对吧 我掏出手机 直接对准了狗男女的脸 我却不是在录像 而是在大平台打开了直播 取了一个极具炸裂性的标题 怀孕女和情夫 玩太花卡成分不开的狗医院之机 并且把这个直播间 用小号发送到了柳如烟的同学群里 才一会儿就有无数猎奇的人涌进直播间 这个直播顿时火了 大约过了半小时 医院里突然冲进来一群人 大吵大闹要抓小三 哼 果然有人把这个直播发给了纪文斌的老婆 正巧 柳如烟和肩负的分离手术已经完成了 柳如烟由于下体撕裂 是躺在床上被人推出手术式的 而纪文斌穿了套病号服 两腿发着软 亦不亦去地跟在后头 群人一看到床上的柳如烟和后面的纪文斌 就凶神恶煞地朝病床冲上去 见女人 让你勾引我老公 我今晚不弄死你 那女人好像是叫白云 长得高高大大 一副母老虎的样子 她冲开医护 咆哮着把身材娇小的柳如烟给拽下了地 顿时 被单散开 暴露出了柳如烟身上 那件被肩服似的七零八岁的情绪内衣 和她身上到处都是的燕米草莓印记 女人看到她这副身体 更是气得连甩了她几巴掌 你这臭小三真是恬不知耻 怀了运还干这种事情 贱人 祸害 三 三 柳如烟被一边躲 一边捂着脸痛呼 我没有 我没有 我不是小三呜呜 文斌 文斌你说话 柳如烟转头想去找纪文斌求救 可我却看到纪文斌竟偷偷钻进人群 从后面溜了 原本我作为医院保安 应该立刻上去阻止几文斌老婆 在医院撒泼 但 不是现在 她不是出轨吗 我就送她出名 让她出个够 现场许多人围观原配四小三 直播间里更是热闹非凡 这女的穿情去战袍 勾引也难忍哦 别说 身材还挺辣 完成这样技术也挺好吧 怀孕出轨 对得起她老公吗 男的也是不要脸 明明自己老婆也挺好看的 渣男贱女所死 别出来祸害人 这时候 柳如烟已经被白云和她带来的人打得狼狈不堪 脸上都是爪硬 身上都是脚印 缩在地上哭叫 看着我同事上去维持秩序 我想 直播效果也差不多了 于是关掉了直播 挤进人群 怎么回事啊 如烟 你怎么在这里 我假装刚刚赶到 看着她身上大红色的情趣内衣 我就恶心至极 根本不想碰她 但我还是拉下床单 把她裹住 生气地质问张牙舞爪的白云 这位女士 你这是要干什么 这是在医院 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 干什么 你问她 这件人勾引我老公 我不该打她 柳如烟抓着我的衣服 哭得梨花带雨 我猜没有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怎么会勾引别人 可是明明 她身上的衣服和痕迹 都是证据啊 于是我故作疑惑地问她 你为什么穿着这种衣服呢 我们家好像没有这么暴露的内衣 你不是一向很保守骂老婆 柳如烟吞吞吐吐 我 我就是逛商场 看到好看 就买来试试 那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呢 几文斌老婆历生冷笑 当然是因为她出轨我老公 在你头上种青青草原 种过头进医院了 柳如烟脸色煞白 慌乱地拉着我的衣袖解释 不是的老公 我只是 只是她晚上心情不好 我就出来和她喝酒 结果喝醉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 白云大骂 放屁 谁见过穿着情趣那衣出来 跟男人喝酒的 喝个酒 还能喝到酒店床上去 还能把你们爽得进医院 那也不是我的错啊 那是意外 柳如烟脸上都是委屈的泪水 放在过去 看她这么伤心 我早就心疼死了 可今天我只是想吐 我冷冷地看向她 那回家再说吧 再闹下去 我丢不起这个脸 柳如烟顿时不敢置信地 拔高了声调 把火气发到我身上 林帆 你什么意思 怎么你相信外人 也不相信我 我都说了 只是意外了啊 我是她的甜狗 从来只会温温柔柔地对待她 不会用这种态度和她说话 以至于她明明错了 竟然还能这么理智气壮 意外 意外就不是给我戴绿帽子了吗 回去吧 走什么走 我还没教训完这件人呢 白云还不肯罢休 冲过来车柳如烟的头发 我伸手拦住她 压抑着一肚子火气道 出轨不是一个人的事 你还是先回去管管你的好老公吧 否则她把我老婆玩得下体撕裂 我还得让她赔偿的权衡了一下 她还是忍下了脾气 逆我一眼骂了声 窝囊废 带着人走了 四 四 我向医院请了假 没想到今晚的炸裂女主角 居然是我老婆 同事都用同情的目光看我 我只能压着丢脸和心酸 把我休息室的衣服 拿给柳如烟穿上 随后打了个车回家 路上柳如烟想跟我说话 我直接把头转向了玻璃窗外 下了车 她由于那里受伤 只能一步一去地跟在我后面 委屈地抽七个不停 还装 还装 该委屈的人不是我骂 进了屋 我强忍着怒气问她 为什么 是我对你不够好骂柳如烟 结婚几年 我从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甚至她爸妈 也当亲生父母一样 孝顺对待 难道我反而做错了 柳如烟听到我这句话 眼眶一红 下一秒 她却反而冲我叫起来 对我好有什么用 你只是一个穷保安 带不出去还没钱 结婚的时候 你说要让我过好日子 这几年你让我过什么好日子了 我愣愣地看着她 争鸣咆哮的模样 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因为我的职业 让她感到丢脸 感到落差 所以她就怀孕了 还跑出去跟有钱男人鬼混 我给不了你好日子 继闻兵能给你 她可是有老婆孩子的 你当小三就不觉得可耻吗 而且你在医院怎么说的 你说孩子留了就留了 你还是人吗 柳如烟 没想到我都看到了 柳如烟干脆破罐子破摔 坐到沙发上抹了一把眼泪 孩子不是保住了吗 你还要怎样 今天这事是我不对 但你一点责任也没有马铃番 我都要被气笑了 摇摇头 痛苦地说 既然你这么看不起我 那离婚吧 这话一出 柳如烟猛然瞪大了眼睛 你说什么 这晚 我已经看清楚枕边人 到底是什么样子 哪怕我撕心裂肺 她也一点不在乎 她根本看不到 我被她伤得千疮百孔 一边享受着我对她百依百顺 一边享受和有钱 有情趣的男人偷情的愉悦 当我是什么 我毅然决然的目光 让柳如烟意识到 我不是在开玩笑 她终于慌了 扑过来抱着我的腿哀求 老公 我错了 我爱的是你啊 是我一时糊涂 我发誓再也不敢了 看在宝宝的份上 原谅人家吧 好不好 我低头红着眼睛望着她 你真的知道错了吗 柳如烟 柳如烟眼底含泪 猛猛地点头 好 那我这次就原谅你 她顿时喜笑颜开 像个被宠坏的孩子 看在我眼里 只是十分可笑 柳如烟当着我的面 主动删掉了 纪文斌的所有联系方式 后面几天我上白班 她提前给我做好 热乎乎的爱妻便当 我上夜班 她也会主动给我打视频 电话报备 仿佛真的改过自新了 如果不是某天晚上 我正在上班 打开手机 APP 突然看到的画面 打开看了几秒 就要把手机捏碎 自从柳如烟出轨后 我就猜到 她很可能会死心不改 所以偷偷在家里 装上了监控 没想到不愿意发生的事情 真的在眼前发生了 我老婆那里才刚好 她就急不可耐地 跟纪文斌在客厅激情四舍 好久没见老公 人家都要想死你了 老公也好想你 那天从医院回来 你没事吧 我不是故意抛下你的 实在是身体不舒服 我知道 不怪你 最近我老公看得烟 咱们要快点 激情中 纪文斌问柳如烟 你啥时候离婚啊宝贝 现在才刚出世 和她离婚 我怕那房子 看着纪文斌撕拉撕开她身上的新战袍 再听到他们的话 我更是怒火焚烧 原谅只能换来更多的背叛 她爱的不是我 而是那套我父母出钱买的房子 我没力气和你耗下去了 柳如烟 一定会让你得到应有的报应 误 误 我存好证据 转头就联系了一名 当离婚律师的老同学 下班回到家 累了一夜的柳如烟正在酣睡 我就把离婚协议扔在了她枕头边 随后开始收拾我的行李 这些年 我那么爱她 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她 可是我的真心一文不值 因为我穷 挣不到钱给她想要的富足的生活 可能是我收拾东西的动静 吵醒了柳如烟 她睁开眼睛 看到了枕边的纸张 随后急急地追出来 看到我放在客厅的两个蛇皮口袋更猛了 老公 你这是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离婚啊 我给过你机会的 柳如烟 我拎起袋子就要走 柳如烟惊慌地奔到门口挡住我 你发什么疯啊 林帆 我不准你走 失望透顶后 我不再跟她客气 抓着她手臂扔到一边去 早点把字签了 否则我会起诉离婚 柳如烟又扑过来 尖叫着拽住我的袋子不肯放 看她在地上撒泼打滚 我害怕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终究没敢使用蛮力 只是无力地看着她 柳如烟 你还不明白吗 纪文斌和我 你只能选一个 而你其实已经有选择了 不是吗 既然不爱我 那就放手柳如烟这才意识到 昨晚她偷偷跟纪文斌偷心 又被我知道了 她眼里闪过心虚 却不肯承认 老公 我可以解释的 我跟她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相信我好不好 我一根根掰开 她抓着袋子的手指 出轨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柳如烟 早在你们被送进医院那天晚上 我们就已经完了 这套房子 你一分钱没出 所以别想打她主意 不是的 不是的 我爱的是你老公 不是房子 不管她怎么求我 我还是走出了这道房门 要不是看她怀孕的份上 现在我直接把她赶出去了 碰的一声 房门关闭 隔绝了柳如烟的哀求哭后 和这个我们生活了五年 我曾经以为幸福温暖的家 六 六 我暂时在医院附近 坐了一个单间 搬了进去 我父母早就看到了 网上那些炸裂的视频 都是要脸的人 尽管舍不得孙儿 但他们还是支持我离婚 让她近身出户 柳如烟却不知道 从哪问到我的新地址 有一天我下班 就看到她和她爸妈 在我门口徘徊 看到我回家 她爸吵她大喝一声 跪下 柳如烟腿一软 当即跪在了地上 她父亲仰起手 左右开弓 把她的脸扇得肿了起来 你也这样 我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女儿 你对得起肚子里的孩子 对得起铃帆吗 她母亲擦了擦眼角 带着点尴尬的看向我 小帆啊 如烟的肚子也大起来了 我知道你是受了委屈 但是为了孩子 你就原谅如烟吧 这一番假装责骂 其实不就是做给我看吗 现在全天下都知道 我被老婆戴绿帽子 而且她还不知悔改 这日子还能过 我岳父这时候却叹了口气道 林芳啊 你天天上夜班 我女儿现在才二十几岁 那方面的需求 你也懂得吗 所以有时候 她才耐不住寂寞 她也知道错了 要不这事就这么过去吧 否则 闹得弄得鸡犬不宁的 多不好看啊合着 天下那么多老公老婆 上夜班的 就她寂寞 就她空虚 该出轨 我处在原地没说话 我岳父以为我听进去了 居然得寸进尺地训起我来 咱们作为男人 心胸也该宽广点 不要整天就盯着老婆 有没有给自己戴绿帽子 有那功夫 不如多赚点钱 这样咱们如烟 不就对你一心一意了吗 我算是长见识了 她这黑的吹成白的的本事 真不愧比我多吃几十年饭啊 既然我人穷心胸小 柳叔叔 郭阿姨 你们还是给你们另外找个心胸宽大 又有钱的老公吧 我看纪文斌就不错 我故意说得很大声 这地方住的人多 房子也不是很好隔音差 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的嘴脸 以前就没发现 这家人这么不要脸 听到我爸妈都不叫 直接改口叔叔阿姨了 鼻青脸肿的柳如烟 急得爬到我脚底下 眼泪汪汪的 老公 我爸不是那个意思 是我不好 呜呜 要不你把我锁起来 我真的再也不去见她了 果然 这时候旁边有不少邻居打开门 开始探头看热闹 有人把柳如烟认了出来 这不是那晚和男人玩拖了 连体进医院的女人吗 哎呦 旁边这个是她老公啊 作孽真是 还有脸求人家原谅 兄弟别原谅她 支持你离婚 柳如烟也知道丢脸 一个劲往我身后缩 用我的腿挡住她的脸 我握紧拳头 深吸一口气 柳如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这婚必须离 竖往我抽出自己的脚 开门进屋 关门 任这一家在外面怎么闹 那之后 柳如烟就没再找过我了 不过也迟迟没签字离婚 我也不怕她不签 毕竟她出轨的证据全网都有 结果没过多久 邻居龙哥居然打电话 给我控诉 那个肩夫 都带回家来了 妈的真是不要脸 龙哥老婆方姐在一旁骂 就是啊 伤风败俗 今天接我儿子放学回来 就看到你老婆 穿的那叫一个暴露 还和那个男人 在门外就干柴烈活起来了 我只好赶紧把我儿子 眼睛蒙住了 尽管早就对柳如烟彻底失望 我还是感到心里 犯起了一阵刺痛 方姐劝说我 这种女人你还是离了吧 别舍不得我苦笑 她不肯签字啊 我再想想办法起诉离婚吧 那行 下次要是再看到 我们帮你录像保留证据 这种女人 得让她近身出户才行 谢过了两人 我挂了电话 七 七 晚上 我正在准备起诉离婚的材料 争取早点把离婚证拿了 同事冷不丁扔了个 网盘的链接给我 林凡你赶紧看 你看这个女人 是不是你老婆啊 我靠近报啊 都是我从外网上扒下来的 我赶紧打开网盘 里边有起码二三十条视频 全是那种成人午夜长的内容 随手点开了其中几条 我就越看越错了 因为里面的女主角 真的像是我老婆 认真辨别一番 我就确定了 那个女人就是柳如燕 角度原因 一看就是偷拍的 也就是说 自己跟男人上演的三级大片被传播 柳如燕应该不知情 她跟纪文斌在不同酒店开房 看着无数不堪入目的场面 谁能想到 那个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保守害羞的女孩 在别人怀里是这么的放浪不堪 她在激情中不停地叫着纪文斌老公 声调里都充满了浓烈的感情 眼前的那些画面 我虽然看得难受 同时却更加越发想笑 她那么喜欢纪文斌 却想不到吧 纪文斌对她不过虚情假意 只是在玩弄她的身体和感情而已 甚至不令把她最隐秘放荡的画面 分享出去 利用她来赚钱 怎么样 是不是她 同事好奇地问我 画质不是很清晰 不太认得出来我惋惜地回答她 把所有的视频都下载下来 我可以把这些内容拿出去 当成离婚的筹码 不仅能让离婚更顺利 同时还能让纪文斌 那个狗屎进橘子 但我犹豫了一下 没有这么做 不是因为我还爱柳如烟 舍不得她赤裸裸 被彻底暴露在大厅广众之下 成为当府 而是我觉得他们之后 应该还会有更大的作用 不是吗 由于证据充分 加上可能柳如烟尝尝到了 不用躲着我就能跟纪文斌 出双入队的甜头 不久后 我终于拿到了离婚证 房子归我 车子归她 另外给了她五万 她也没说什么 直接接受了 可能迫不及待 等着和大老板纪文斌 过好日子 不在乎这点财产分割吧 从民政局出来 柳如烟问我 对她还有感情吗 我说 得知你出轨那天起就没了 不知道为什么柳如烟脸上 闪过一丝失落 随后她仿佛在回忆一般 其实高中的时候 我和文斌就是一对 我爸妈以影响学习的理由 把我们分开了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是我胸口的朱砂痣 我忘不了她 尤其是看到她现在过得那么好 和我记忆里一样帅气 风光 我就怎么都控制不住自己 林帆 我真的试过放弃她的 我努力过要和你好好过日子 可是她说她也在等我 只要她给我打电话 听到她的声音 不用说了 我淡然地挥了挥手里的离婚证 我没兴趣听你的文字写的故事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柳小姐 恭喜你和真爱破井重圆 祝你得偿所愿 我们结束了 但并不等于是她和纪文斌的开始 纪文斌那种垃圾 怎么可能给她好下场 何况她还有个彪悍老婆 爸 爸 之后我就继续着自己平常的日子 我只是个保安 但我并不觉得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我靠着自己的努力赚取每一分钱 不伤人害己 反而还良好地维持着医院的秩序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觉得这是一份好职业 没什么敌人一等的 我把房子卖了 因为我每次走进去 就会想到柳如烟跟纪文斌 曾经在我的房子里做过的恶行事 也会想起我和柳如烟在这里也曾经爱过 我相信她哭着求我的话有几分是真的 但背叛就是背叛 结果有一天 我用小号潜伏的柳如烟 那个高中同学群炸开了锅 原来是柳如烟跟我离婚之后 以为自己终于可以纪文斌再续前缘 于是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跑去找那的男人 让他赶紧跟他老婆离婚 但纪文斌本来对他就不是真爱 只是贪图柳如烟的肉体和出轨的快感 何况他看着风光 却不过是个软饭男 柳如烟根本不知道 他开公司的钱还是他老婆出的呢 这种人怎可能丢下自己的富婆老婆 跟除了姿色什么都没有的小三结婚 于是乎纪文斌一直以各种借口拖着柳如烟 越是拖柳如烟就越急 某一次两人欢爱过后 柳如烟又逼纪文斌离婚 两人终于吵了起来 纪文斌就像在医院里那次一样 扔下柳如烟就跑了 之后纪文斌就把柳如烟给拉黑了 谁知道柳如烟不甘心地 直接跑到了纪文斌家里去 文斌 你明明说对我才是真爱 你不爱那个老女人的 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柠檬蛋糕 你出来见见我好不好 纪文斌躲在房里 开门出来的是他老婆 白云这才知道 跟自己赌咒发誓的老公 居然还一直跟柳如烟在外偷情 这个战力爆表的女人气疯了 狠狠甩了他两耳光 把蛋糕砸在地上踩了得稀巴烂 见人还敢上门来勾引我老公 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柳如烟哭着朝房里哀嚎 纪文斌我有你的孩子了 你说了要离婚娶我的 他不说这话还好 一说白云脸红脖子粗 揪着柳如烟的头发 就往墙上撞 破坏别人家庭 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纪文斌看到柳如烟 被自己老婆打得额头都出了血 却根本没打算帮柳如烟 反而还怪他跑来闹 让他老婆知道了 为了对自己的老婆表忠心 他走出去 直接把柳如烟推倒在地 我告诉你 我爱的人从来只有我老婆一个 要不是你不要脸的缠着我 谁会理你这种当负 柳如烟捂着肚子坐在地上 不敢相信的眼泪直流 你 你骗我 谁知道你跟哪个野男人的孩子 我可不当现成爹 赶紧给我滚 以后都别来打扰我 和我老婆安安 否则见一次打你一次 柳如烟这才相信 自己是被纪文斌骗了 他绝望地摊在地上 看着纪文斌 轻轻热热地裸着自己的老婆 走进了房子 而他的腿间 留下一滩鲜血 就 就 之后 白云做了一个长达几十页的PPT 把柳如烟当小三 勾引自己老公的事情 在他们的同学群里发了 有老公的 看好自己的老公 千万别让这个小三 趁虚而入 破坏你们的家庭 我告诉你小贱人 我老公这辈子 爱的人只有我 以后再敢纠缠他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看着那个PPT 仿佛坏人 只有柳如烟一个 而纪文斌 就这样美美地隐身了 但不光白云是受害者 我也是受害者 纪文斌 我怎么能让他破坏了我的幸福以后 还能继续当作没事 过他的好日子 柳如烟不仅流产了 失去了他心心念念的纪文斌的孩子 还天天被人骂 成日以泪洗面的 之前他射死的时候 都没这么难堪和伤心 他对纪文斌 确实是爱惨了的 这种孤苦伶仃的时候 他又想起了我 给我打电话过来 林凡 那个 你忙吗 有什么事 你说吧 就是 就是想见你一面 也没别的什么 如果你不愿意 就算了 那你等我下班吧 七点半 在医院外面的那家奶茶店 没想到我竟然同意见他 柳如烟顿时声音里 带上了几次欣喜 那 那我在奶茶店等你 我走进奶茶店的时候 柳如烟已经在里面坐着了 才两三个月不见 他就瘦了很多 以前那么明媚动人 现在却面黄肌瘦 毫无生气 我给你点了奶茶 柳如烟 把一杯心上的特色葡萄 多肉奶茶 推到我面前 我叹了口气 柳如烟 我不吃葡萄的 他记得纪文斌的喜物 这么多年 却始终不知道 我爱什么不爱什么 因为他根本不在意 他连忙道了一声歉 我无所谓地问 你找我想说什么 没事 就想看看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挺好的 我从来没觉得 自己过得不好 人心的贪婪 无谓的攀比 才会让很多人 觉得自己不幸福 而我对自己的现状 很知足 接下去 柳如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 于是我从兜里 摸出了一个右盘给他 柳如烟一脸猛逼 这里边的内容 你可以选择不看 因为看了 可能会让你难以接受 但我没有权利为你做主 所以你自决定吧 太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过了右盘 脸色有点惨然 是 是 那之后 我就彻底没和柳如烟联系过 再次得到他的消息 已经是一阵子之后 在网络上 警方的通报 原来那晚上 柳如烟就选择打开了里面的视频 看到里面全是被偷拍的自己 和纪文斌的床室 他就已经懂了 原来自己和纪文斌的感情 不仅是一厢情愿 纪文斌更是个没有下线的禽兽 他终于彻底崩溃了 后来 他约了纪文斌 以最后一次约会的名义 纪文斌犹豫了一下 还是管不住蠢蠢欲动的下半身 硬邀去了酒店 但迎接纪文斌的 不是激情澎湃的一夜 穿着风骚暴露的柳如烟 递给纪文斌一杯下了高强度迷药的红酒 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男人 毫不犹豫地就把酒一饮而尽 随后 纪文斌向头被迷倒的猪晕了过去 而柳如烟爬墙开启了直播 他手里拿着被他磨了整整七天 闪着风力寒芒的利人 他用那把刀直播把纪文斌捅死了 我错了 我不该信你 我原本有个那么疼爱我的老公啊 随后他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不已 没过多久 一群警察就破门而入 柳如烟没有抗拒 束手就擒 泪流满面 最后 柳如烟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 他要求再见我一次 我在看守所里见到他 他一直说自己傻 自己后悔了 林帆 你能等我出来吗 他戚戚爱爱地望着我 眼神像一头受伤的小鹿 其实 和你离婚的时候 我就很后悔 发现自己对你早就产生了感情 可惜一切都太迟了 迟来的深情比苟见 对不起 你好好表现 早日出来把我摇摇头挂断了电话 全文完